明年飽受止益的特斯拉 全球交車44萬3956輛 遠勝市場預期 讓股價一週漲了快三成 幾乎收復今年所有損失 CEO馬斯克也重登世界首富寶座 曾擔任特斯拉亞太區 首席科技長的劉俊成 號稱李馬斯克最近 最懂特斯拉的人 在他看來 前老闆就是想顛覆世界 你下棋的話會想說 下面的三步 五步 甚至八步 他的話其實是很多時候 他會想到後面的二十步 三十步 他想得非常遠 他活的世界跟我們的世界 有點像是個平行世界 劉俊成說 馬斯克會以結果為導向 擬定十年計畫 他承襲這套思考模式 創辦新創加速器 Acelerate Ventures 要在亞太地區 打造更完整AI生態系 畢竟台灣有資金 有人才也有市場 但都太淺了 不像美國矽谷資源豐富 需要有人出來推一把 邁向國際 我是希望能夠替台灣 來孵化出十個獨角獸 他需要拓展到什麼市場 國家這些都需要一步一步的 來規劃 劉俊成回顧 AI早在一九六零年代 就掀起話題 但當時的硬體條件等 都跟不上 讓AI被投資人打入冷供 市場陷入寒冬 如今已經入春 未來十到二十年 就是剩下 以行銷來說 AI賦能的公司 甚至不用找廣告代理 只要跟具備相關專業的 AI機器人說明媒體需求 他就會自動發包其他AI 多管齊下 有的專門負責Facebook 有的擅長TikTok 不需要人類 就能獨立完成所有任務 想成為AI島的台灣 勢必得跟上腳步 科技上面它其實很多層 台灣的比較強的是 可能比較底層的這一兩層 要怎麼樣的軟硬結合 能夠強強聯手 能夠做得更好 創頭圈挾著馬斯克思想而來 就看能否助攻台灣 AA軟硬升級 再上層樓 華視新聞 黃澳天宏西域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萊亞 想要搶而先 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